我们继续学习工厂模式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工厂模式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首先工厂模式它的目的是大批量的生产 某种对象 也就是说跟我们平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工厂 很类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工厂模式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它有一个工厂叫做corrector 那么它是用来创建对象的 那么在这个工厂上它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工厂方法 它可以批量的创建各种对象 那么在这个工厂中 它会判断当前调用者 它想要创建什么样的产品 于是就生产出对应的产品 那么我们来写一个我们工厂模式 我创建一个路径 定义 factory 好 在这个路径下 先创建一个html index 接着我创建一个 js叫做factory factory 在这个factory中呢 我先创建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 就是我们的工厂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商品的创建者 那么在这个factory下 我们有一个方法 create 好 这个方法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create 传进来的参数 商品的类型 来决定 来决定我到底创建的是哪种商品 那么比如说 现在我创建的是一个宝马 bmw 好 那么我在这个对应的分支 就可以创建宝马的对象 创建宝马 或者说 是奥迪 好 那么我们就创建一个奥迪对象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工厂模式 那么我们只要在其中实现宝马和奥迪的类 我们就可以创建出对应的对象了 好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在我们的农药中呢 咱们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工厂模式 很明显 我们在进行对战的时候呢 双方都生产出了大批量的兵种 有这个步兵 有魔法师 有炮车 还有加强兵 那么实际上 这些兵种 我们都可以用工厂模式来实现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因为有很多兵种 我们可以创建很多兵种类 比如说 最普通的 normal兵种 我们创建一个normal的兵种类 一个function 叫做normal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普通的兵 那么在创建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输出一个log normal is created 这些兵种类的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normal 并种类 那么接着咱们再来创建一个炮车类 那我们的炮车类呢 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carry的 carrier 好 好 function 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输出这句话 输出一个log log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炮车被创建 好 那我们再创建一个 叫做加强兵 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地上的炮塔 被击破的时候 它会生产出一个加强兵 叫做strong 好 我们复制一下 把它改成为strong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创建出了三个兵种的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工厂方法怎么来做 那我们呢 在工厂方法中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factory类 然后接着在factory上定一个函数 叫做create 那么在这个函数中呢 我们先判断一下传进来的参数 为什么 type 那么如果参数为normal 我们就创建一个normal的士兵 好 switch type 接着呢 case 好 case如果是normal 那么我们在这呢 就return new的normal 那我们不用找 normal 当然这个呢 构造函数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使用大写字母开头的 好 normal 那么如果说 现在我创建出了炮车 我就new一个炮车的兵 那么如果啊 前面这个应该是return 好 如果 我们的高地水晶被击破 我们就应该return 我们的士状 这个兵种 好 好 否则呢 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退出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工厂模式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index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工厂模式 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三个兵种类全部加载进来 normal src 指向normal.js script 然后它的src 指向我们的炮车 script src 指向我们的增强动作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引入我们的工厂 factory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工厂 比如说现在 war 一个 soldier1 那么它呢 是 factory.create 那么这时候我传一个normal 那么normal就被创建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想批量的创建100个 那么我们只要在一个循环中 i小于100 然后创建我们的factory.create 比如我想创建我100个炮车 我们的gan carrier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factory中 这个gan的g是小写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也要使用小写的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控制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控制台上呢 首先我创建了一个normal的兵种 然后接着创建了100个炮车 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我们批量的来创建 在某种类型或者是某些类型的对象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工厂模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